九軸的感測就包括了加速度 所以如果掉下來 然後呢 陀螺儀 姿態角度跟電子螺盤 有這麼多種 我們先看看 在簡報56月這裡 螺盤這個是 如果你以前 要用其他的像SMART的板子去做 你就要去另外再買電子元件 有那個電子螺盤的 我記得好像也不少錢 幾百塊 那我們現在已經內建在裡面 就相對比較方便 來我們看一下 從這邊 打開 但是比較抱歉 如果你是用這個電子螺盤 模擬器我不知道怎麼用 模擬器模擬不出來 到底你現在在哪個方位 模擬不出來 這個就要用實體 所以我們就可以 直接 測量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現在 只向東方 只向南方 只向南方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只向南方 這邊是南方 西方嗎 不太像 那我換個方向 向西方 這邊是西方 對啊 因為這邊是台中 往這個方向是台中 是嗎 不是 手機樓盤 走來看 好 手機 看一下 因為進到學校之後 我不知道那個方向 哪個方向 這裡 指向南方 這邊是南方 這裡 指向西方 他怎麼會是兩個 指向南方 指向東方 這邊是東方 是嗎 是 對啦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看 指向南方 這邊南方 但是他北方 指向西方 西方 指向南方 指向南方 因為我這邊就搭配女男 對不對 再加上 我們是不是登的變化 加上登的變化 這樣子的話 就會比較 比較就是 那個資訊的部分 會顯示的比較明確 其實我那個顏色是有 是跟五行的顏色是一樣的 指向東方 指向東方 老師 這裡我就順便分享一下 我們 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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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活五星水 嘛 指向 指向東方 指向 指向東方 指向 指向東方 對呀 所以我就跟他對呀 青是黃白黑呀 因為我們的水 是黑色 水是黑色的 然後呢 東方 是青色 青嘛 青色 藍色 或者是像那個 樹木的顏色 南方是火 黃色 北方 是金 金是白色 金是白色 所以 是像這樣 把他放在一起 就這樣 順便 交代一下 所以這個是 我們第一個先體驗一下 它那個電子螺環 反正就是 轉不同位置就好 那 再來呢 我們在57頁這裡 這個是官方的 就是林鋼裡面 有一個散 那個 範例 官方的範例裡面就有的 這裡 你往下 走 我這邊剛好捲不上去 捲不太上去 這個 它裡面就有一個電子散 我這邊捲起來怪怪的 我就直接用網頁版 好 我這邊 打開 好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在這邊 不是這個 我沒有擺到 好 你也可以從這裡 範例裡面 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這麼多 那我們 這個部分是屬於 那個物聯網 有沒有看到 入門 就有一個叫電子骰子 你也可以從這裡打開 我們裡面就有一個電子骰子 這樣也可以載入 好 進來 那你們看一下 這裡 這裡有所謂的 有沒有 開發板 做了什麼動作 是不是看到了 這我們一開始跟大家介紹 它的特色 用這樣子 有沒有感覺 比較看得出來 我們玩骰子 到底有沒有哪一個 指向東方 晃動就這樣 好像我們玩骰子 那邊游著 你知道嗎 聊一下 指向東方 指向 指向 指向東方 這個 還好 可以關掉一下 好 你看 往這邊停 來 指向東方 指向東方 模擬器這個就可以模擬了 有沒有發現 旁邊有晃動 怎麼正面朝上 正面背面朝上 是不是都有 所以如果你晃一下 你看 按一下 有沒有一個骰子的顏色 跑出來了 好 再按一下 這個是 透過模擬器的方式 但是您可以直接 直接用USB的方式 你就真的用晃的囉 來我停止 好先切到這邊 晃一下 有沒有出來了 晃一下 晃一下 這樣了解 好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 就可以去取得 它的那個就是 那個9軸的 偵測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的 因為你用這種方式 居然也可以這樣攔 所以 老師要對應一下 積木的顏色喔 全部晃動的那個是會在哪裡 那個積木會在哪個目錄裡面 你看它是不是 粉紅色的 所以找到這邊 找到這裡 跟偵測 體感 剛好被我那個擋住了 在這裡 有沒有就在這邊 就是像這樣子 那 它等到這個開發板 剛才是晃動 然後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 鏡子不動 就先晃了之後 取得變數 然後呢 鏡子不動 我就把它秀出來 就把它秀出來 所以 它這個範例我覺得是很經典 那至於顏色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請問這樣老師對九軸的部分還OK嗎 如果是左右翻的 我們倒是常常用 比如說我要用這樣去控制開燈 關燈 那個 這個 你就可以加上這個積木 我們先試一下 這邊 這個我先丟掉 丟掉 來我看一下 左右翻轉的 左右的 左右的 如果 開發板向右邊翻轉 我就把LVD燈 好 這個 把它打開 有沒有 那我複製一下 如果它向左翻轉 我就把燈關閉 這樣 我現在很單純的 我們左右翻看看 左右翻看看 我來執行一下 如果我往右邊 有沒有亮 往左邊 左邊 不好意思 我沒有設定 往左邊 剛剛是右邊 右翻轉 向左翻轉 射錯了 往右邊 亮了 往左邊 彎了 往右邊 往右邊 往左邊 因為以前 其實說真的 你要做到這一塊 是比較難 因為 通常我們不會 再買那個 電子零件 但是你現在這樣的 九軸 它都已經整合在上面 我們做起來 就相對會快 OK 所以老師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它這樣 我都不用去判斷 左右轉 角度是多少 然後呢 翻轉 那個角度是多少 通通都不用考慮 它就是到一定角度 它就幫你轉 當然這也可以說 它的缺點 因為你不知道它到底要轉到哪個角度 它才會轉 對不對 才符合它的條件 OK 所以這個九軸的 我就暫時先 先夾到這邊 好